我们都知道喝酒时酒精的刺激人人兴奋 在不知不觉中就会喝多 当酒精在人体血液内达到一定浓度的时候 人对外界的反应能力以及控制能力就会下降 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也随之下降 对于酒后驾车而言 其血液中的那个酒精含量越高 发生撞车的几率越大 在这个视频片段里不知道他到底喝了没有 如果喝了酒才做出这样的举动 小编只能说这一定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如果是没喝酒就能做出这样的举动 小编表示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老司机 不管怎么样喝了酒之后 千万不能开车 安全驾驶才是王道